拥抱地球天堂,专注内在神性之光,自我滋养与调整的时期,与源头连接,宇宙的魔法大门大开,哈喽,大家好,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,我是Isa Love艾莎,今天我将为你带来2024年12月的扬声信息,在11月的快速转变里,我们进入了飞快的蜕变期,很多不再服务于我们的事物和人离开我们的实相,我们遵循水之道承载着宇宙新扬声之光的魔法, 逐步进入黄金时代的新世界,从11月中旬开始新的灵性法则不断进入地球,足够敞开并遵循水之道的人们,轻松地与新频率调频,世界观,灵性视角都在发生着变化,大觉醒,一时大爆发在轰轰烈烈地发生着12月,地球的扬声能量会进入一个新高峰,尤其是在宇宙的重大天象,如冬至和满月等的影响下,能量场会发生强烈的变化, 地球的能量频率在逐步提升的同时,会带动了全球集体意识的转变,更明显地影响着每个个体的情绪、心态和行为模式。 能量转折点 冬至12月21日冬至,不仅是地球上昼夜变化的关键时刻,也是宇宙中能量周期的转折点。 这一天标志着黑暗开始退去,光明开始增长,象征着从内向反思,积蓄能量的时期过渡到外向行动,实现突破的阶段。 地球的能量波动,将引导人类进入一段更加清晰和觉知的时间,随着地球扬升能量的增强,人们的身体会经历一种重新调整的过程。 许多人可能会感到身体上的压力或是能量不适,这时需要特别注意自我调节,因为此时生物体与能量场在调整和调频,人的身体正在超潮心的方向提升和改变。 我称之为能量化,许多人会感受到身体的振动变化,如耳鸣、疲惫或突然的能量提升。 这是人体正在适应地球更高频率的能量环境,地球和太阳系已经在银河核系的光子带区域了。 这是一种高频能量场,它直接作用于地球本身的能量网格。 地球的舒曼共振Suman Resonance频率,近年来就出现了明显的波动和增加,这是地球进入高频能量场带来的变化。 这种频率变化促使生命体的生物节律发生调整,人类的身体和意识逐渐适应更高频的能量。 当然新闻里你所看到那些飞鸟、鲸鱼的搁浅等等,其实也和地磁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。 积极面就是这加速了地球和人类意识的觉醒,越来越多的人会积极关注灵性成长、内在平和以及多维宇宙的真相。 这种觉醒标志着集体意识逐渐从分离走向合一,急性转变的现象一直发生着,在12月快速扬升过程中,二元急性的冲突光明与黑暗,碍于恐惧可能会变得更明显。 全球范围内的环境危机、社会矛盾等,正是地球扬升过程中扬升器旧模式的表现。 在这种情况下,你要时刻提醒自己,以和谐的意识和态度交流和沟通,特别是光光星际种子。 此时带着和谐力量保持自我的平衡,并帮助这个世界尤为重要。 在中医体系里,我们对身体的认识不只是我们肉眼所看到的,还有肉眼不可见的经络,它有如我们地球一样,地球也有自己的经络。 地球上上发生的任何事情和我们都是息息相关的,现在你们所看到世界现象都是地球的经络部分在进行清理的表现。 在12月里我们要继续保持遵循水之道,跟随宇宙至高的扬升之流随心而动。 此时天堂已临在地球,我们需要完全打开自己的心。 这样你会清楚地看到,天堂已然在此,地球上就是天堂,到处充满无条件的爱与丰盛的创造力之光,让自己对齐这些频率。 你的天界佳人就在你身边,你微小的心声也会被整个宇宙和源头听见,因为你已在神的国度。 在至高的源头之光和宇宙恩典之下,我们神性之光在扩展,叶力轮、顶轮、三眼轮、喉轮、心轮都在同时被更高的扩展放大。 你的神性意识和力量在放大,各种天赋,各种高意识的爆发随时发生。 所以此时是专注于自己的时候,是滋养自己,爱自己,提升自己的最佳时期,也是自我反省,自我调整的时期,绝佳的冥想时期。 你要把冥想作为每天的工作的来做,这不但会为你蓄积能量,也会为你带来无限丰盛与收获。 是时候从喧嚣中撤回并回顾你的生活,为自己花时间和空间,为你提供了从生活的挑战中恢复的机会,反思未来的道路,增强自我,并为你生活的下一个阶段做准备。 在内省的时刻,你可以更加意识到自己的天赋,内在的储备和智慧。 这是一个疗愈的时刻,安静你的心灵,平息你的情绪,请求你的守护天使的翅膀包裹你,并为你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风港,让你放松。 是的,这是一个轻松和守护天使交流,与合作的亲密时期,内在的平静帮助找回你的内在智慧,让你感受到爱的真实存在,而且也会让你变得无比强大。 平静对待一切来自外在的干扰,随着地球的扬升,向着更高频率振动发展,不光时间加快,每天的日子变短,我们的肉身也在跟随其振动的改变而改变。 当你感觉到吃好饭,睡好觉你还是困乏无力,这是说明你的身体越来越需要更高的能量补给。 仔细想想你所吃的的食物,其实是需要一系列消化和身体运作,才能最终化去被你身体吸收。 这个消化过程在让你得到一些能量的同时,它本身整个消化的过程,也是要消耗掉你一些能量的,你真不是吃了多少就得到多少能量。 更别提如果你吃的都是垃圾食品,那身体的耗能远比你想得多,新鲜天然的食物和水以及更高频率的能量,才能帮助你顺利逐步调频到地球,以及宇宙同样的发展频率里。 在上面所说的更高频率能量,就好比你在各种仙侠剧里看到的清气,类似这种能量需要以冥想的方式带入你的身体。 只有在你闭以上双眼,静下心里这种高级食物,才会自动进入你的身体。 这个新的能量补充方式,才是人类未来的趋势。 在一个五分钟的冥想下,你的身体犹如睡了一到两个小时甚至更多,冥想本身也远比你想得简单,虽然它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学习过程,但这个工具对每个人老说,都是可以一百掌握的。 因你的喉仑在此时被源头之爱点亮,你需要多多地以爱的态度,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感受,讲述属于你自己的真理,做真正的自己,特别是这个阶段心轮和业力轮的扩展。 你要有意识地打开心地去接受爱和付出爱,疗愈的奇迹随时发生,开悟的奇迹随时发生,只要你专注在内在神性之光的提升上和稳定上,所有心灵天赋都会提升。 你会发现自己对人合适的预见变得非常准确,相信你的灵性感知,因为你的神性心灵天赋在开启和扩展。 更高的爱的启蒙从多维度出发投射于地球,特别是卯素星团将源头的爱以独特方式投射于人类。 叶利伦的强力扩展,让越来越多的人可以真正并稳定地和天界家人们直接沟通。 多多的感恩你现在拥有的,多多感恩万有和造物之主,你越多的感恩,就会越多的吸引更多的丰盛和美好。 礼赞一切美好,美好会成倍回馈,越来越多的人会在此时感受到造物主的临在,以及他的伟大力量和爱。 源头的爱不再遥不可及,它就在这里,地球在太阳系其他行星的加持下成长着,蜕变着,我们也是如此。 在12月你会发现自己更容易感受宇宙的能量,星星的能量,特别是太阳系的金星和木星。 金星的五维文明,金星被认为在五维中具有极高的文明意识,其灵性频率与爱与和谐的能量共振。 当地球接近五维状态时,与金星的联系可能会加强,人类会逐渐感受到来自金星的灵性指导。 木星的能量长,木星不仅是一个物理巨航星,它也也是高维能量与意识的汇聚地,扮演着太阳系中和谐调节器的角色,影响着地球和其他行星的能量流动。 本月大多数人需要清理的点如下,前世金星和父亲之间的业力负面能量和意识,前世金星四处漂泊旅行带来的负面意识和能量,或各种分离带来的负面能量和意识,前世金星亚洲文化里的负面意识和负面能量。 还有一个课题点,我们12月直播课上解读,在我们本月的12月12日,我们会进行集体的业力负能量清理,我们也会在这个特殊的时间门户,透过卯素星团连接源头之光,同时也会与太阳系的金星、木星等等其他行星能量连接来最大化,加速我们的扬生之旅,加入这盛典,共同创造奇迹吧。 每一个你对此时的地球都有着非凡的意义,我们的共同合作将促使人类更加注重爱与团结,逐渐摆脱就有的分离意识,进入一个以集体智慧为基础的大爱的时代,我爱你,如同你爱我,我们是一。